基本上是怎麼說呢,就是 一套道德示範主義,你的道德很高明一刻, 你的家人就行,你的家人跟著你的人就行, 跟著他行,各自,國家就得到統治,天下就會平定, 但你自己的道德怎麼會行呢,就因為 你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我是有個正確的認識,應該怎麼做,心不好, 而為什麼可以正其心呢,先誠其意, 我們誠是什麼呢,就是盡全身的力量, 去控制自己,就是用EQ來控制自己, 用誠其意去追尋道德, 而為什麼可以誠其意呢,先誠其知, 你要知道你為什麼是會 需要克服這個天理,就是守天理, 而去人用,為什麼你要知道這個, 這個知識從哪裡來呢, 自知在革物,所以香港大學的校訓就是 革物,明德革物,就是代表大學的精神在明德革物, 什麼叫革物呢,他說你今天革一晚,明日革一晚, 革得很多,每件事想通他的道理,忽然間 大悟,達到這個悟道的境界, 你就會明白到天地的治理,而你知道了這個, 你跟著就會穿著道德的措手去實行, 就可以一路達到聖人的境界, 首先我要講,王陽明就開始去革物, 他怎樣革物呢,他一邊蹲著, 一邊對著一棵竹,在想,為什麼一棵竹日日都會生幾寸, 這棵竹,就開始革一棵竹, 革到瘋了,他都不明白那棵竹為什麼會生幾寸, 這幾寸竹是從哪裡來的呢,當你不懂得生物學, 和物理學的時候,你是不能革, 朱希自己也革不住, 朱希自己意圖革物,為什麼磨了豆, 混了水,做出來的豆腐會比豆腐重, 朱希又革不住,他不知道,這些明明是實物, 水又流走,為什麼豆腐會多過綠豆, 他發現 革物是革不住,所以不可以靠革物, 尤其是沒有書看,他終於想到一件事, 是不需要求外在之物,是藉口自己的本心, 直覺,這個就是直覺哲學派, 即是用心的直覺來感覺到這個真理, 解釋,好,我遲些再講,這個就是 黃陽明這個時候,就去了貴州龍場 澤,你知道嗎,就是 流緊大了,這個時候, 招方就在這裡,就是 李東陽是首富, 招方是義父,又有一個人入了國,那個人就叫 楊庭和,楊庭和又是神童, 楊庭和很厲害,二十歲就中了進士, 升官升到快到不得了,這個時候已經是相當年輕, 已經到大學市,他有一天就和 靖德講書,他和靖德講話,他說你要學先帝, 親賢人而遠小人, 劉瑾一想,你講小人還不是我, 你現在叫他親賢臣而遠小人,於是 就將他調去南京做侍郎,做閒職, 楊庭和沒有出聲, 就去了南京做侍郎, 誰知有一天, 正德和劉瑾講話,突然問他, 楊學士去了哪裡,他說他去了南京, 他說我叫他入國,你為什麼調了他去南京,你快點叫他回來, 他才知道楊庭和是他不能動的人, 為什麼呢,因為原來楊庭和是太子, 占士出身,就是教過靖德讀書, 靖德是記得這個先生,他和靖德關係很好,他吹楊庭和不像, 楊庭和找機會就想去對付劉瑾, 其實就是,好,第二, 就是另外一個人,這個就是楊庭和, 又有一個人叫楊一清,這個人就是這樣, 這個人是一個很能幹的人, 我應該怎麼說呢,他就是 又簽到御史,派出去管馬政, 因為明朝是經常都不夠馬,在他管理之下, 馬的數量多了幾倍,這麼厲害, 後來沒有人做到楊一清的成績,這個人做事是非常能幹, 帶兵非常厲害,就是做了 三邊總制, 明朝分為九邊, 三大邊境,甘肅,寧夏, 延衰,都是under他的節制, 那邊就想討好他,劉瑾, 劉瑾想討好他,但他不受劉瑾討好, 於是劉瑾就找到他的錯,他起長城,那年天氣很冷, 有一些起長城的人就走了,於是就賴他, 說他起不好長城,就把他放了入獄, 但是李東陽就力保他, 於是就放出來, 我們暫時先講到這裡, 又講回劉瑾所做的事情,劉瑾還有兩件事要講, 第一,有一次他在上朝, 在地上撿到一封書,原來是奏疏, 是預備奏劉瑾,他不知道是誰寫的,就是捉了大臣, 打屁股,捉了幾百人就停仗,劉瑾是可以這樣, 然後他又怎樣害你,弄死你那群人才行, 本來那些家,帶著那些,所以手那些五十斤, 劉瑾弄了一百斤重,你怎麼舉到一百斤重, 帶死你呢,他想弄死那些人, 還有劉瑾那時候,八虎的東廠是握在其他人的手上, 握在龔大用的西廠,東廠西廠,他自己又 弄了一個內廠,來偵察, 其實劉瑾, 上次我講到他要清茶 團田,因為那些團田是要交糧食回來, 給政府,然後那些軍團,你保持一部分, 交一部分給政府,政府就將來出給那些兵士,去練兵, 或者去出差的時候使用, 這條數,明朝到現在, 百幾年,是越減越少,劉瑾意圖 整頓這件事,他就跟政德說,我們現在要去 將糧那些團田, 誰想出聲,李東陽想出聲, 想叫他不要這樣做,楊廷和在後面拔他, 三尾,他出來問楊廷和為什麼不要這樣做, 他說任由他做,他就會自食其果,其實這個是 不可以碰的事情,我跟著就會講給你聽, 劉瑾,結果是怎樣死在這件事上, 好,這節到這裡。